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 今天的中国历史名将系列 为大家讲述的名将是 辅助叛将侯景攻打萧梁各地藩王 辅助梁元帝登基 历史无主的南北朝名将仁约 仁约 中国南北朝时期名将 先后效力于西魏、侯景、南朝梁和北齐 南北朝时 南方依次是宋齐梁城 北方先是拓拔鲜碑建立的北魏 之后分裂为高欢掌权的东魏和宇文泰掌权的西魏 之后这两位萧雄的儿子先后篡位 建立了北齐和北周 公元547年高欢病死 侯景不服高城因而自立 但又感到力量不足 因此同时向西魏和萧梁求援 西魏派出了数万军队援助侯景 打算一举吞并河南 不过侯景并不是真心的投降西魏 他一边与西魏同领将领须以尾仪 一边拉拢西魏军中的中下级军官 当时西魏的领将也是只老狐狸 他察觉到侯景的意图后 就领军回了西魏 不过当时西魏有一位中级军官人约 他率领着数千人投靠了侯景 不久 侯景被东魏名将慕容少中击败 率残部千余向南 投靠萧梁 不过政局变幻莫测 没多久萧梁就和东魏展开和谈 其中一项议题就是把侯景遣送回东魏 公元548年 侯景起兵返梁 持续了四年 对南方造成了极大破坏的侯景之乱开始了 公元549年 侯景攻占了南梁首都建康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俘虏了梁武帝宵野 任约原本是军事干部 但从投靠侯景到近战建康这一段时间 并没有他带兵打仗的记录 可能开始因为叛将的身份不受信任 叛梁南下的过程中 又因为军队数量少 轮不到他带兵 从侯景叛梁到攻占建业的过程中 任约在侯景集团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他的主要工作是作为侯景的代表 和萧梁方面谈判 实施侯景的缓兵之计 等待萧梁内部矛盾的计划 任约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史书记载 侯景入太极东唐见梁武帝宵野 侯景不敢仰视 汗流满面 任约在旁带达 才使得侯景没有多了气眼 最终压倒了萧衍的气势 使得萧衍俯首不严 侯景虽然占据了建康 但南朝各地都是萧梁的藩王势力 实力最强的是萧衍的两个儿子 荆州的湘东王萧义 和义州的武林王萧继 侯景利用各藩的矛盾攻占了建康 控制了梁武帝和太子 下一步就要对各地藩王动手 公元550年2月 侯景任命任约率领两万部队 攻打各地藩王 任约又回到了军事干部的老本行 此后任约大展手脚 一路向西势无破足 先是攻取了江州 营州等地 最远的时候打到了巴林 俘获杀害梁朝的中士太守 降领很多人 侯景之乱江南死上460万人 任约是主要的责任人之一 大宝二年 公元551年2月 侯景以任约为左命元勋 以为司空位列三公 同年5月 梁将王森辩率军在巴林打败 并活捉了任约 并把任约送到萧衣的大本营 关押了起来 梁军一名将领高兴地说道 无一段侯景一臂 此后梁军连战连胜 最终平定了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结束后 梁朝内部的矛盾再一次激发出来 平定侯景之乱的主要是 湘东王萧义的军队 益州的萧绩没有处丝毫之力 但萧绩趁萧义的主力 还在建康附近将临空虚的时候 突然挥军东下 企图争夺胜利果实 并在途中自立为帝 萧义此时面对形势岌岌可危 主力王森辩军一时半会也赶不回来 他的弟弟萧绩来势汹汹 北边两个强敌虎视眈眈 唯一的优势是 长江三峡出口在手中 只要坚守峡口 就可以暂时抵住萧绩的进攻 公元552年5月 面对前线巨大的军事压力 萧绩从大狱中 先后提拔了原来侯景的将领 谢达仁 任约为将领 萧义对任约说 辱罪不容诛 我不杀 本未今日 并分了一部分进军 让任约带领 并把一个侄女许配给了任约 任约从死囚 直接成为了皇亲国戚 因此此后对萧义就忠心耿耿 经过了艰苦的战斗 萧义打败了他的弟弟萧绩 放心地登基为帝 史称梁元帝 定都江陵 南朝先是侯景之乱 之后又是兄弟真卫 北边的两个强敌 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西魏趁居攻取了益州 北齐也挥军南下 攻占了长江以北的所有地方 公元554年 萧义的一个侄子 向西魏借军攻打梁元帝萧义 降降人约 此时竟然成了萧义的最后一根救命道场 在江陵城即将被破的前夜 陈留的将领 建议趁夜突围 渡江投靠人约 不过心灰意冷的萧义 拒绝了突围的建议 并在城破前 烧毁了江陵城中的藏书14万卷 然后出城投降 他说 读万卷书尚有今日 是以焚之 城破后 魏军于残须中简礼图书 仅余四千余卷 江陵焚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极大的灾难 12月 徐世普 人约退守八名 承盛四年 公元555年正约 西魏攻占江陵后 扶持了一个傀儡皇帝 国号仍然为梁 5月 王森辩亦接纳了傀儡皇帝肖约明 此时 人约效命于王森辩 梁朝大将势中 陈霸仙不满王森辩拥立肖约明 于九月袭杀了王森辩 逼肖约明退位 十月又拥立肖方制为帝 史称梁靖帝 人约被任命为真南将军 南豫州刺史 并靖号真南大将军 梁太平二年 公元557年 梁靖帝肖方制善位 陈霸仙戴梁称帝 建立了陈朝 史称南陈 人约此时无主可依 以梁朝宜中自居 他没有向西魏所建的梁头臣 但也看不起陈霸仙 在几次与陈霸仙的战斗失败后 人约掉头向北 投靠了北齐 人约投靠北齐后 挺卖力地与陈朝对抗了一阵子 后来与北齐合兵十万进攻南城 企图占领江南 但是被陈军击败 此后 人约销声匿迹 彻底地从史记中消失 纵观人约的三次转变阵营 除了首次是主动叛逃外 后面两次可算是无愧于救主 投靠侯景后 虽然算是为虎作伤 但直至历尽被擒 为萧毅效命时 侯景已然死亡 人约被萧毅从大牢放出来后 一直为萧毅竭尽全力 萧毅被西位俘虏后 人约也没有改变立场 仍然为萧毅战斗了一阵子 最后也没有投靠萧毅的两个直接敌人 人约在历史上 可谓是以叛将登场 却以忠诚谢幕的一位历史人物 好了 今天的中国历史名将的故事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点击订阅收藏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